從法理情三個角度 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禁法補償的正當性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第一個我們從法的層面來討論 這個其實我也聽了很多委員的質詢 包含這個卓院長在媒體前面的答覆等等 這個卓院長都有屢次的提及所謂的 憲法第70條 預算法第91條 財政紀律法第5條對不對 但我就想請問一下院長 這幾個法律裡面 有哪一條是硬性規定 這個行政院必須要同意 我們才能這樣修法 當然字眼上沒有 他說是要徵詢 要徵詢對不對 但是另外一個程序問題就是 必須要指出彌補資金之來源 就增加的稅數 多少錢 大家要一個來源 來 我現在就再請問卓奎 本期在內政委員會 其實我們在上個會期業績不錯 通過很多法案 比如說民意代表支起條例 上個會期其實也順利的修正通過 請問院長 在這個條例裡面 我們有沒有特別去指明 新增的財源在哪裡 這個行政如果行政同意了 之後我們會找出 他必須在預算裡面 怎麼去從我們的稅出 做什麼的比例分配 我們增加了地方民代的助理費 增加了一些里長連中獎金等等 對不對 他是不是修法 然後增加了政府的開支 沒錯對不對 我們這個上個禮拜 才剛剛在內政委員會 順利討論完畢的消防法 我們也讓這個政府的業務的負擔稍微增加 我們也讓益銷人員有比照 基層消防員的健檢待遇等等 他其實也增加了政府的開支 對不對 所以修法 有這個不可 政策的所有事情的執行 這個一定適設裁員嘛 對不對 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 他都一定要用修法表明的方式嘛 所以我想要院長你在這個地方去主張 就是說 你一定要序名裁員的時候 其實反而喔 在實務上的見解來講 他其實是不適用的 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們處理方式 如果像剛剛委員所提的那幾個案子 我們會把它放在我們的市政報告裡面 或者放在我們的預算報告裡面 那這個就表示 他已經經過行政院 了解整個預算的執行內容程序 預算 把它形成一個政策可以執行 那就有資金的來源 那如果沒有在原來的報告範圍當中 突然跑出來一塊 那就是在整個市政報告之外的 所以 那就必須有資金來源 到目前為止喔 從就法論法的角度對不對 其實法律沒有明定 一定要你同意 導致我想這是共識嘛 對不對 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對不對 但是喔 院長會希望 我們互相同理一下 你會希望說 在法條審理的過程中 盡量的來達成共識跟同意 對不對 那 可是我也要跟院長直接條明的講喔 法案審查的時候 不見得每一件事情都一定會有共識 那不然我們在立法院這邊表決器幹嘛呢 對不對 所以沒有共識的時候 那當然就要透過正常的程序來表決 那我要請問院長 從 在這個修法的整個過程中 從委員會的審查 進到黨團協商 最後交付 這個大院表決喔 有沒有哪一件事情違反了 議事的程序 應該沒有對不對 如果經過很 嚴謹的程序 應該是一個嚴謹的 那就是法律 我們就必須遵守 對 所以我們今天從就法論法的角度來講 通過的是叫 進法補償條例嘛 即便 憲法有講 立法院不得為預算案增加之支出 這本席同意啊 但進法補償條例是法律案嘛 也不是預算案對不對 本席要花這麼多時間把它講清楚 不只是因為要幫我們原住民弟兄討公道 也是因為本席是這個法案的共同提案人 我們希望喔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被尊重 這個我希望喔 這個卓院長必須要了解 立法院的立場 如果我們在這個法條上 有所讓步 或者是不堅持的話 變成形成 一定要你行政院同意的慣例 那其實對於立法院是一種矮話 對於台灣的憲政發展來講 也不是一件正面的事情 好 我是希望能夠互相的尊重 把一個法案討論到最成熟 因為這個牽涉到預算 錢從哪裡來是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在裡的部分 會討論一下 預算的一些來源 跟實務上的一些操作 這個 再退萬不言 這我們今天就把話一次破到底 真的行政院沒有同意嗎 來我們看一下影片 雖然有點快 那主記長 您會指使嗎 您覺得很多嗎 第一個如果這個要修法 我們當然來修法 不過首先要謝謝委員 反映了這個族人的行程 這對我們來說是相當的重要 那第二個呢 如果這個經費的部分的話 如果這個委員報告一下 金會長如果是說如果是 如果是火火法令 大家是認同在編配預算裡面 我們當然就位置 好 我算過 如果修法院長您同意的話 我們以金額的面積來計算的話 我們修法每一年可以增加十三點願意 院長你是不是樂觀期程 這個修法如果通過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要來處理 所以如果這個條例 談論到金日大任三度通過的話 我們未來您所需要的標準 大概有四十個點願意 到時候也請有人來支持 我們會相關理算 您上課 院長雖然速度有點快 沒關係我幫你整理好 好 這個時序 行政院長當初的陳建仁院長是同意的 這個主記長陳建仁朱澤民 前主記長也講說 金會符合法令 任同編載預算 我們就來照章執行 3月5號高金數美委員總質詢 一樣是行政院長陳建仁 答詢說修法通過 我們就照修法的結果來做處理 在5月2號黨團協商的過程中 這個高金數美委員這個召集 這個原民會的副主委古仲 講說倘若這個條文 經過大院的三讀通過 我們就要依法來編列 希望立法院支持相關預算 其實在審查的過程中 行政方難道沒有同意嗎 院長 剛剛委員那段影片雖然很快 我也聽得出來 大家聽得出來 文字上新聞也有 講了很多次的如果大概倘若 就是他設定了很多的條件 如果通過 如果合法 如果怎麼樣 所以這個必須要 滿足這個程序 剛剛大部分的條件都是 如果法律通過 法律通過了沒 我們剛剛講的 經過了嚴謹的程序三讀通過 那當然就應該要執行 所以就法論法 你如果講說哪一條法律 明定 你要同意 然後我們硬要衝突 那當然就是一個 我們站不住腳 可是今天 法沒有明定 你一定要同意 我們有沒有徵詢 有沒有討論 其實都有嘛 前朝同意 難道現在換了新人 就不買單嗎 這樣恐怕有失封犯 所以從法律的角度 我想這是一個 與法有據的事情 在 也沒什麼好爭議的 我們今天就把話 講到 講清楚 行政院在本案其實早就同意 而且 其實喔 院長你也常常講 政策其實都是有延續性的 喜歡或不喜歡 多少要有點承擔 如果說這個事情有雙標 恐怕是不太好的事情 這點 從法律的角度 我們要提醒 左院長 第二個部分 我們從理的角度 來論述一下 這個進法補償的道理 這個 首先談喔 這個預算的重編 跟修正過去的一些案例 很多人講說喔 這個 預算連續組黨 好像都是在野黨的責任一樣 當然民意調查不這麼認為 是因為喔 現在時代很發達 大家都可以把話 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們遵循憲法 這個七十條 不得為預算之增加 我不能等到 原民會把預算送進來的時候 我再講說 哎呀 這二十億不夠 我把它改成四十億 那就違憲了 所以 我們唯一能夠要求 行政院 依法編列的武器 只好在 程序委員會 或者是在大院的時候 先行主黨 那用意啊 是希望你可以提出 具體可行的修正方案 所以我講這件事情 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那有沒有相關的案例呢 其實是有的啊 比如說民國九十三年 中央政府的 新世大建設特別預算 對不對 他就試涉了一些資源的重新分配 所以處理方式 撤回並且提出 新的相關預算案 九十四年 這個審理九十五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時候 因為有老農津貼的增加 所以提出了相關的修正 九十七年同樣 擴大內需的 公共建設的特別預算案 也一樣 都有試涉 預算內容 跟科目的調整 所以一樣是提出修正 到一百年 一百零一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老農今天再次提高 一樣用修正案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說喔 我們之所以 沒有辦法讓他 那麼早復委 是因為在等待行政院提出一個務實的修正方案 既然法有名文 前朝也承諾 那就院長本來就要有所承擔 必須要提出編列項目 好 我知道 院長你可能要講啊 這個是裁員啊 可能很短促 或者是壓力很大 這本題不會不能理解 但是喔 認真說起來 如果我們從這幾年預算 光看中央政府預算的執行角度 其實不會沒有裁員 為什麼呢 一百一十二年的決算啊 這個稅計剩餘的是五億八千萬 中間還有保留了十億啊 加起來其實就十五億啊 就你沒有執行完的預算 在你中央政府這一大包幾千億的預算裡面 沒有執行完的 就十幾億啊 特別這個前瞻計畫 為什麼會跑出第五期 不也是因為預算沒有執行完 所以我用第五期的方式 來做處理嗎 到了今年一百一十三年 我們正在執行的預算 到第三季啊 也就是到九月的統計資料 有十七個部會 還有超過十五億以上的剩餘 圓民會 還有二十五點八八億的剩餘 當然院長你會講 這個還有一季嘛 有一季完之後 大家就會趕工 就把它執行完畢 但本期今天要提這個概念 其實只是講 這麼一大包的中央預算 三兆多 兩兆多三兆多的預算 如果喔 稍作檢討 可以節省的案子 節省一下 對不對 可以調整項目 做一下調整 二十億 相較於三兆兩千億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小的數字 它甚至都不構成 你前面講的這個 預算稅數的大幅增加 我們如果用中央政府 總預算的角度來看 所以不會有裁員的問題啊 只要政府願意花一點點心思 稍微檢討一下各部會 哪一些地方可以省一省 是不是這個二十億的裁員 就跑出來了 就透過預算的方式來做處理 不就好了嗎 對 委員說的 對的一部分 因為從數字 算數問題來看 確實可以如此 但是如果從原則問題來看 那斷不可這樣子做 因為這樣子我們在 提出的施政報告之外 突然多出來的一個政策 一筆預算 那如果這個形成一個可行的慣例 將來行政院的施政報告 那變成廢紙一張啊 你擔心 行程慣例 這個事情我們最後的時候 花一點點時間來做討論 但我現在目前講的是喔 其實技術上 或者是從金額的角度來出發 我們純粹就預算的調度來講 算數問題是可以解釋 但是原則問題是不可以 不可以改變 你有你的原則是政治問題 我們最後的時間再來處理 那既然 其實你都談到了這個 這個預算可行 其實本質上喔 其實它就是個分配問題 今天喔 大家去談禁法補償 大家積極的幫原住民爭取預算 其實這是不分朝野的 大家用意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對原住民好一點嘛 院長你有沒有了解一下說 原民的這個總預算 佔總預算的比例是多少 明年度我們變了124億 122億對不對 那比例是多少 那增加的比例 是比整個預算增加的比例高喔 真的嗎 來 數字在這裡喔 這個 113年 總預算2.8千億 原民會預算109億 這個百分之0.38億 再往前 其實歷年來都差不了多少啦 多的時候到百分之0.4 不是不是4 不是4%喔 是0.4% 1%都不到 半%都不到 這就是我們政府對於原住民的資源投入啊 這我們賴憲德總統曾經講 我要當原住民的朋友 我一直和原住民站在一起 其實喔 大家都希望幫原住民爭取更好的權益 但是什麼樣叫更好的權益 為什麼大家講說喔 不能夠 不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預算編在基金裡面來執行 其實就是因為基金本來它也就是 要幫原住民做事的一個開支嘛 如果你用挪移的方式 改由基金來支出的話 它其實實質上會造成原住民預算的派擊嘛 既然今天不管是這個 武藏級的委員 國民黨的委員 民進黨的委員 大家去談禁法補償的時候 都是希望在透過法令的修正之後 政府能夠多撥一點預算 改變分配的邏輯 加大對於原住民朋友的政策挹注 這個才是政策的本意嘛 這個我想也是情有可原 不是嗎院長 我會歡迎也支持我們在 政策討論上 從政策來討論之後 彼此共同找出一個才原 像剛剛委員所說的 我們用基金 有文有意見 我們用二倍金 有意見 我們用最佳預算 也有意見 所以這個資金的來源 到現在如何解決 我希望我們能夠再透過朝野協商 找出一個大家都接受 那我們以後建立這樣一個憲法 跟法律的規範原則底下 這次找一個如何能夠解決接受的方案 這個我也幫院長稍微算了一下 雖然我沒有寫在螢幕上面 但是即便增加 因為你今年 編明年的預算的時候 你的禁法補償是 由原住民的公務基金 支出28億 撥給基金 從基金的部分支出嘛 那至少收支是對列的 之所以之前講說不能夠 挪在基金裡面 是因為他收支沒有辦法平衡 久而久之基金就掏空了 好 現在由公務預算來支持基金 他現在是對列的狀態 但是你沒有編組嘛 現在就是個問題 叫28億 如果把28億調漲成 按照六萬塊的政策邏輯去做編列的話 還會增加13億左右的開支 即便把這個原住民的預算再增加13億 這個比例也不過就是從0.391%變成0.43% 真的不是一筆大錢 但是對於原住民朋友來講 他其實是很溫暖 真的 委員我也說 我不是在意幾億百分之0點多 不是這個問題 是這幾個憲法跟法律的條文 我們必須把它履行完整的程序 最後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當然就談政治的問題 很多人講說朝野僵局很難處理 但是我始終覺得行政端要負更多一點的責任 為什麼這樣說呢 立法院狀況本來就很複雜 各黨黨團有不同的意見 這個一個立法權分拆在113個委員的手上 可是行政權是相對集中的 享有相對集中優勢的人 難道不應該負起更多的責任嗎 這我想喔 院長當初上台的時候 其實本心期待你是個通勤打理的人 在以前政治人物的人設裡面 你也是善於溝通 不見得站第一線這樣的角色 那我常常想 如果你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好好來跟各個黨的原住民的立委 做一下溝通跟說明 也許這個朝野僵局不會持續這麼久啊 但這個是你不能期待立法院自己來處理啊 對不對 院長 應該有更主動一點的心態吧 你剛剛講 我覺得蠻好 至少我們聽到說追加預算可行 那是不是有一個更清楚的方案 比如說什麼時候要來具體的提出 經過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取得三黨的共識 這個預算的僵局也許就解開啦 那請問院長有沒有具體的方案 我一直尊重大院內部 所以我們是透過朝野黨團在做溝通 我們期待看到一個具體有效的解決方案 這個會影響之後預算審查的 節奏也好 或者是心態也好 這裡面都寫得出來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膚膚 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TourA Danny PourA Danny TourA Danny TourA Danny TourA Dann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